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贸易关系缓解 美联储立场更趋温和 对英国可能避免无协议脱欧的乐观预期 使得全球风险情绪偏好 而美元上周的强势反弹也给金价上涨带来一定压力 其中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在提振市场情绪中起到极大作用 英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1日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在下议院提出脱欧协议备案 就在上周 她的脱欧协议在议会投票中以230票差值惨败 当日特雷沙梅重申 不会延长脱欧时间 也不会举行二次公投 但最近有媒体称 此备案与A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同 针对脱欧当前状况 英国跨党派议员提出一份议案 建议反对无协议脱欧 如果英国议会不能同意脱欧协议 该议案将强行推迟英国脱欧时间点 如2月26日都还未能达成一致观点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将不得不延迟脱欧时间 该议案是否顺利通过 尚未传出明确消息 金价于1285至1300点区间 高位震荡13个交易日后突发跳水 上周五单个交易日下跌预10美金 使得周线收出上引线和K线实体相当的利空K线 本周开盘第一个交易日 黄金价格于低位继续震荡下行 价格跌破1280点短线支撑位 ACY希望认为 近几个交易日市场情绪偏好 买入黄金以规避风险的需求有所下降 但多重风险事件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且黄金技术面除出现短线利空形态外 并无中线趋势转空的信号 日线MA5时22日均线 料将在短线继续压低金价至1269点支撑位 在未出现进一步明确市场信号之前 亦维持短空操作思路 基本面上建议交易者关注 1月22日美国12月城污销售年化总数 1月23日美国12月零售销售月率 美国11月贸易账 美国11月工厂订单月率 耐用品订单月率中值 批发库存月率中值 欧元区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 技术面上则建议交易者关注上方压力位1281点 以及下方支撑位1269点 感谢收看近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可登陆ACY希望官网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